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德国,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德国旅行毕达卡的六个景点,少一个都等于白来 1.莱茵河 它是西欧第一大河,全长12302千米 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北路 莱茵河在欧洲是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 沿途的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和荷兰都留下了它的足迹 从美因祠到科布伦祠的莱茵河段风景优美 没有架设任何桥梁,全靠百度过河 目的是为了保存该河段的自然风貌 2.新天鹅堡,全名新天鹅石城堡 是19世纪晚期的建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西南方 新天鹅堡是德国的象征 由于是迪斯尼城堡的原型,也有人叫灰姑娘城堡 如今这座城堡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名声之一 也是德国境内受拍照最多的建筑物 3.德类斯顿老城 德类斯顿是德国十大主要城市之一 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 它有着欧洲最高的城市绿化绿 和众多精美的巴洛克建筑 德类斯顿的慈文革宫及其博物馆 圣母教堂是该史最著名的巴洛克式建筑 从而也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 4.伯登湖 伯登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 湖区景色优美,风景迷人 是德语区最大的淡水湖 迷人的城镇和地中海风情 使伯登湖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之地 5.海德堡 海德堡城堡坐落于国王宝座山顶上 名胜古迹非常多 历史上经过几次扩建 形成哥特什巴洛克 是集文艺复兴三种风格的混合体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 其历史悠久的海德堡大学 不但是众多学子求学的圣地 也是著名的景点之一 6.罗腾堡 德国有南北两个罗腾堡 南罗腾堡是德国巴伐利亚最出名的小镇 有着中世纪明珠的美城 它是德国的旅游热门景点 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线路浪漫之路 古堡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流程AI创作工具